欢迎收看6月3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维敏 首先由股汇行情 全球多国足见解封所带来的积极经济信号 以及国际油价走高 提振去股市普遍上扬 加上星期五大马政府即将宣布短期经济复苏计划 令马股今天大涨30.84点 连续6个交易日收高 币时报1538.53点 不仅写下4个月来的新高 6天更总共上涨了超过100点 汇率方面 基于美国抗疫暴动未停 中美关系僵持的潜在风险 令美元对主要货币连续第4天下跌 所以马币兑换美元走高至4.2590令吉 接下来有起Black and White单元 首先有电讯业的消息 原本预期将透过竞标方式颁布的5G平谱 昨天慕有丁政府却以直接方式颁给4家电讯公司 和土著富豪赛莫达的LTO通讯公司 但没想到来到今天 通讯部又突然撤回上述指令和决定 通讯部长塞福丁在文告中指出 它是基于技术问题 法律和所需的透明原则 指示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主席 取消上述指令和决定 并且重新评估其技术方案 在悠转之后 市场普遍相信一切将回归到原本定下的计划 也就是通过公开招标 将5G平谱发放给多家公司组成的财团 以共享资源和基建 从而在降低成本和避免重叠之下 加快推出5G服务 金融股今天获得热捧 丰融金融 大众银行 丰融银行和伦平资本分别夺下 涨价榜前四位 让郭令燦和郑鸿彪两大富豪 一天之内财富大增46亿令吉 初略统计 丰融金融和丰融银行股价分别上扬 1令吉82仙和1令吉02仙 让大股东郭令燦带走了16亿令吉和14亿令吉 与此同时 大众银行和伦平资本股价分别走高 1令吉74仙和84仙 创办人郑鸿彪的财富也因而增加了16亿令吉 反观手套股 涨超是否将结束了呢 这个疑问近日来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因为包括马银行在内的至少5家投资银行 已经收紧对6家手套股按经融资之后 手套股卖压进一步扩大 今天多支股项一度跌停板 当中两家大型公司也难逃下跌命运 顶级手套全天下跌10仙 报14令吉70仙 贺特加全天下滑1令吉52仙 必时报11令吉22仙 尽管如此 分析员依旧继续畅好该领域的前景 认为手套原料价低 需求高 高价格强化转幅 并且上调财测和目标价 著名投资界人士关友员认为 手套股近日大幅飙涨 涨久必跌是必然的趋势 这也可能和一些投行 对按经交易涉献有关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